看到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副会长张绍刚就说到 从发展前景来看,如果中国在2026年要实现碳中和 合共会投资的总金额是达到136万亿元人民币 金额听起来就很大,记得你一直都看好新能源的板块 但是另一个角度提升了不少 你觉得新能源,即是碳中和这个概念 其实现在还是否值得追入呢? 有些人就像我的,即是比较观望一点的 你推的时候还没买,现在好像看到升了 你觉得现在追入还可以吗? 短线一定是难玩的,升了这么多 但是问题就是长线部署上面 这个似乎都是一个大主题 你说的数字规模的确实很大 但是你要记住整个碳中和,很遥远的 2030、2060,两个目标 你想想一万多亿,一百多万亿 每年规模都多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还是处于一个发展阶段 所以我们觉得经过疫情之后 整个宏观经济环境都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 过去这十年,在疫情前,大家都知道的 Catherine Wood那些,重迫危性创新 不断买科技股,每个人都上网 是,每个人都上网的 有手机5G,5G然后6G 接着那些科技说得很夸张很夸张 当然我不会说现在科技股 未来完全完整等等 但是主题开始改变了 你会见到这一两年开始 市场上多了一些叫ESG概念 ESG主题,围绕着环境保抑等等 不再是盲目追求增长 我想未来的趋势会是这样的 这个会导致新能源股份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爆炸 但是为什么今年新能源股份升得多 其实不关政策固然是扶持的 你想想十几年来都是扶持的 你有没有见过突然间说要打压新能源 没有,你最多都是说保贴政策少少下坡 但是问题就是说整个投资气氛是改变了 你说这些的保育、气候变化上面是一个大主体 一个简单点、耳明点的角度 如果这些股份不行的话 大概是世界末日 就是他们那些气候变化报告 就是在带来这些信息 所以这些会不会说不行 不行不行等等 我们真的不敢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慢了很多 那如何去部署 分散投资 用它的注码上面去控制风险 始终你说譬如我们刚刚在淘宝上的新德能源 是 由它配股、集资 在蒙古上面 买了一些新项目 就是17元 你升到现在25元 是 上个星期突然间有一天 单日可以升两成 是,好像我这样错失了 那怎么办 你下回20元是不奇怪的 是 是 但是图桥也是漂亮 是 但问题是你怎样部署 你怎样都是放一注进去 是 你难道它充到30元的时候 你一样会有你的问题 是 所以你这些很强势 现在摆明是强势 之前都说了你不听 是 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分注吸纳 嗯 你一定是分注 最好就是分注吸纳之外 还要分散 是 不要只是 之前说我们看科子见底 是 我们建议用科子来博 要么就是买这些新能源ETF 但是新能源ETF有个问题 其实你会发现 不会有个ETF是做封电 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 你譬如我们买3134 近期很多人说 是 你其实都是集中在光复 是 它也是重磅拿着内地一两只股份 是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效用性 又不是真的那么大 它又没有科子那么完美 就是会相对比较好的 但是你买ETF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你要记住就是说 你这一刻开始做 你都预计做一些长创部署 纯粹希望 但是短线你会面临着一个风险 是 你去告罪 它就由一个分注 或者分散投资去做 是 其实你问我 我会比较买封电 多一些 但是你要明白就是 就是说 我们比较买封电 不是今时今日 你的黑线就是说 而一些封电股当炒 是 是 升了一成多以上 是 是 是 有些今天新天绿色冷却 有些又升一成左右 是 我看那只大堂新浪源 走得很慢 是 最差的是这只 但是它都现在升半成左右 是 我说对它比较失望 就是说它升了20% 人家升了30-40% 是 是 那种失望就是这样 是 但是问题是 你要么就是追落后 是 要么就是强硬分注去追 是 那你预计做长线部署 短线这些或是中下去的话 嗯 分分钟局错 是 但是问题是你没得等的 嗯 只能够从注码上去限制 是 是 是不是